佔領行動持續多時 何韻詩和杜汶澤最近齊齊遭到政見不同的黃禎unfriend 阿仙連日來經常留守在金鐘 這天晚上大概6時40元左右 杜汶澤現身金鐘 這次也是阿澤第一次來到佔領現場 阿澤穿了一件黑衣 他說這天是以幕後人員的身份來的 其實我不是來支持他們 我反對他們這樣做 我是來找何韻詩 我聽說他經常在這裡 我是來勸他走的 就是我來勸他你回家 但現在我未找到他 找到我就會勸他 勸不勸到就到時才算 正所謂他爸爸也勸不到 我試一下 問到阿澤有沒有信心 在21號學生和政府對話之後 阿絲會乖乖地回家 阿澤就說不知道 又說阿絲下來了這麼多天 應該更加清楚 過了不久阿絲也現身 很緊張 你弄到那些人 是的 你嚇倒了 我是很反對你的日動 我是來勸你回家 是的 你呀快點回家 阿絲和阿澤談了幾句之後 就各自在電影工作者和文化監部的帳篷裡留守 做明星人 你不要搞這麼多政治的事 現場有集會人士送了一條遮形的鏈給阿澤 阿澤也將他掛在胸口 而這日分別有小巴公司 香港計程車會 和的士從業員總會 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 禁止佔領人士 繼續佔據旺角亞街路街 尼敦道 通財街 波蘭街 禁中天美道 以及龍蕙道交界等一帶 並要求清除路障 法官經考慮後 亦頒下臨時禁制令 座途